要不要吃一口 我餵你吃 不好吃 你失望吧 因為很貴 如果這個夾進去 別人的漢堡包裡 我就先去肉吧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新的Krattel跟我掃貨 我們今天會真實測五個牌子 六款的掃肉 今天我就邀請了大學最好朋友的Hazel 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zel 其實我知道你已經吃了掃一段時間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從五歲開始就沒有吃肉 因為覺得跟吃人肉和狗肉沒有分別 而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素肉去買 例如OMIPOC那些 其實你有沒有試過呢? 我只是試過Impossible Burger 其他就沒試過的 竟然 不過不要緊 今天這個機會就可以跟我們一起試吃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試吃 我第一款會試就是OMIPOC的新餐肉 因為它主要是用了這個大豆和冬菇去做它的材料 那我想問一下 吃餐肉通常是會很油的 其實它這個有嘗試過想假裝到 好像平時吃午餐肉的質感 是用了這個椰子油 就讓它模仿了動物的油性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試一試它 它好像真的有股餐肉 我覺得它的顏色也做得很像 但是切下去就有一點... 也像 我覺得比葡萄餐肉軟一點 但它真的有股餐肉嗎? 是不是真的餐肉? 我吃了它有菇味 但是我覺得... 我是有吃肉的人 所以我覺得它... 每個肉的彈性 它有點像... 梅了一點點的... 豬肉 因為它有標榜自己用椰子油去做肉汁 但其實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肉汁... 沒有椰子油味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不懂得用 我們要評分了 如果有15分 你會給這個親肉的分呢 我們數三個 3 2 1 3 好啊 好啊 我們現在轉入我們第二個的小肉試吃環子 Hazel 你猜猜我們今天第二個會試吃什麼 我猜是... 不是 但是這個結果真的會令你覺得很 impossible 為什麼 這個是... 無印良品 但是它不冷的 不用冷 因為在它官網那裡 我記得很少說 它... 要顧及關注火持做發展的人 所以它應該有些技術 讓它可以存在室溫 真的不用太冷櫃 所以就嚇了點電 然後呢 它的成分就是有... 小麥、大豆、蛋和牛奶 OK 那那些Vegan就是不能吃的 是啊... 這個是我們今天... 我想是唯一一款... 是Vegan不能吃的... 東西 幸好我是Vegetarian 我現在就馬上去試吃 但是我對它沒有什麼期望 因為它不是放在冰箱 你不敢隨便放在店裡 但是它開出來很香 我煎完之後開始對它有些好感 但是它是有些... 好像是肉絲的東西 在這裡是咱們最... 我是腿內軟的 嘩我喜歡 而且我喜歡它的口感 我會不會很高分 其實我覺得它直到有點像蟹肉餅 我還沒吃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吃素 我吃素 還有它的質素 不過我覺得這個可以回頭 因為它很方便 所以就放在冰箱裡 好 我已經想好心裡的分數了 3 2 1 現在會開始試吃我們第三款的肉 就是這個Beyond Lips 就是唯一在美國上市的一個素肉 但是呢 我看它呢 這個肉呢 它的質素 是沒有剛才五餐肉那些那麼... 那麼好 因為我幾天上網搜尋過 它那個成分 就是它掩飾的成分 是用了 蘋果 還有這個紅菜頭 這些天然的顏色 所以它做出來 就會比較自然 而且會比較像 真的好像平日雪茶那種 對 好香啊 它這個呢 我覺得 印象中這個是最貴的 好像是三十元一塊 現在它值不值這個錢 但是它剛剛呢 就是我覺得它比剛剛那些 是軟身一點的 然後它剛剛... 但是它很肉 I mean 是 真的很肉 但是它反而煎完之後 還能保持到那些... 紅色 好像真的肉那種 又是歸功於蘋果和紅菜菜 所以... OK 放進去的口感 吃下去呢 它好像好一鍋一樣 很散 很失望啊 因為很貴 但是它會是好吃的 我覺得它是不好吃 因為... 因為... 剛才口感很大的問題 要咬很久 對我這些... 沒有牙... 沒有牙的阿婆來講 很辛苦 我覺得... 但它聞出來呢 是香的 你有沒有分了 你有沒有分了嗎 我分了 3 2 1 可以分了 那我們現在就會試吃 第四款和第五款的碎肉 這個是同一個品牌 哇 這個... 這個牌子還沒聽過 這個好像是... 家電 家電 我今天用這個Google Translate 如果大家知道正確的讀音 就在樓上留言告訴我 但是有什麼分別? 好像... 顏色不同 還是... 不是啦 它有不同的 例如這個呢 它寫著這個Beefness 然後它也是用那些... 就是剛剛也見過那些大豆的成分去做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是我朋友買給我的 它是用了例如說... 紅蘿蔔啊 粟米啊 還有這個... 就是青豆製作出來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試吃餅 但是呢... 我是... 很不開心啦 因為你看它的照片呢 超好吃的 然後呢... 它現在煎完出來 那塊餅呢... 超像那些廚餅 我看到有飯啊 夾粒米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有粒米啊 看到嗎 但是它呢... 它的口感很豐富 我覺得它不可以說是一個肉 對,我也不可以 剩這些時間 3 2 1 好了,我們第五款的肉 就已經煮好了 就是這個... Beefness Burger 但它真的很像那些... 那些... 漢堡扒 啊... 像肉一些啊 它香... 它香... 它的味道沒有那麼濃 這個好像是目前為止最正常的一個 最像肉 最真正的一個 好像如果這個... 夾進去別人的漢堡包裡 我也想吃肉 哦,也是 因為它的口感... 剛才口感... 是比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是太多了 有一點煩的會黏牙 但是這個不貴 而且... 我不會說很香 但它呢... 它有那些... 我喜歡吃肉的那些筋 對 3 2 1 8分是怎樣 就對了 抄襲 抄襲 那我們來到最後一款 逐出場的熟 就是這個... impossible 對 對 看它呢... 都有點像那些... 很血腥的那些... 面子牛肉 對 因為呢... 它好像這間公司呢 在那個植物的筋... 大豆的筋部裡面呢 提出那個什麼DNA 現在拿去發酵 然後拿去複製 然後呢... 製成了一個叫做... 血紅素的東西 它就是... 想說模仿呢... 就是平時的肉呢... 有那些... 字字腥的東西 它就說... 其實... 為什麼我們平時會覺得這麼juicy呢 就是因為那些動物裡面 有動物的血紅素在這裡 所以就覺得它很好吃 那它現在就是模仿... 用植物的方法 模仿一個素的血紅素出來 好想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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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去試 我們最後一碗素肉 我答案是... 很大份的... 你... 不是喔... 真的... 真的... 很像肉喔 你的樣子很真實 對...很真實 這個很好吃耶 這個... 我覺得很好吃 真的... 太麻煩了 因為... 這個要等它解決到最初 你們想看什麼 3... 2... 1... 我猜到你... 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新的chapter 和我收割 和可以看到Hazel再次分享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Like 還有上面那個... 我猜到... 中特的黃黃黃黃黃 隨便吧 期待在下條影片再見到你 拜拜